在戏里我演一个40岁的家庭主妇 在戏里面呢我就很多时候都在掩饰自己 所谓的掩饰自己就是在穿着方面 我就不想让自己觉得说 就是让人家看到我就觉得 哎呀你是阿姨 所以我就打扮得很漂亮 每天化农妆啊穿迷你裙啊穿低胸啊 然后就整天去shopping这些 就可能让人家感觉即使我是一个auntie 我也是一个胎胎这样子 你选那么大哥钻石 你以为我很有钱啊 我打工的啊 你可以刷卡啊然后再分析付款 这些家庭还是很年轻 多少钱啊 打了就扣八千八百 所以然后在戏里面呢 我也是一个很爱炫的一个人 很骄傲 每天都说我老公是工程师啊 很有钱啊 然后我家里有一个mate 可是家里是没有mate的 什么女佣啊 你既然告诉他们 我是你的女佣 她是我的 妈的妈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当我知道我要演一个40岁的嘱咐 我是有一点点担心啦 其实我并不是 我并不会抗拒 因为这个角色是蛮好玩的 担心是担心什么 担心我做不到 因为我还没结婚 又没有孩子 然后又没有跟家婆住 所以在戏里呢 当我要面对这三大考验的时候 我的压力是蛮大的 喂 你说什么老大 你是不是在骂我 不帮你做家务啊 我不是在说你 我是在说你儿子 周末也不会留在家里帮忙做家务啊 整天只会打球 把家里的事全都丢给我 跟我自己说 就是不要去想太多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尽力去观察身边的一些人事物啊 就是看他们好像说 妈妈怎么样对孩子啊 然后又看一下一些 因为我们整天在巴沙拍戏嘛 就看一下巴沙的阿姨啊 是怎么样的啊 然后我 我就尽量克服这个障碍咯 很 很努力很努力的去演 希望能够说服大家啦 就是说我演到这个角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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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